继续大家来关心在台北还有桃园 两间防疫旅馆发生群聚感染的最新状况 那么在桃园的部分同样是累积八个人确诊 不过在六楼还有八楼的这个定序结果 定序出来结果都是一样的 而在台北的部分同样是两个人确诊 而且是隔壁房间 而两个人定序出来结果也同样都是感染了 同样序列的这个Delta变异株 因此指挥中心在今天把七个案例 全部改成这个改列成本土的个案 不过专家就这个好奇了 究竟这个感染的感染的途径到底从何而来呢 那么目前不排除是这个透过空调之间的传播 还是这个环境上面的污染 来听一下指挥中心稍早怎么说 解释一下那简单来讲就是说 也许今天对不对 我们在收取垃圾的时候 那戴着手套 那所以对于这个所谓收的人相对安全 那垃圾一般他都有在包裹过 不过也说也不排除 就是说有一些在感染的物质 有一些在泄露在旁边 然后摸到了以后 那可能又摸到了门把 摸到了什么的地方 那然后他这人去 那下一次在送便当的时候的人进来的时候 可能又摸到同样的地方 然后再把这个手 又可能是拿着相关的物品 那就是放在门口 那透过这些物品 就把病毒带到房间里面去 其实这都是很容易 就是我们戴着手套以为是干净的 可能触碰了一些可能的物质 然后他去摸一个公共场合 下一个人再去摸 那可能就这样间接的变成一个传播 在桃园的部分 那么专家还是研判 由这个环境污染的可能性比较大 因此现在也将11月22号到12月10号这段期间 那么住过这间防疫旅馆的人 全部也召回集中检疫14天 而另外在台北的部分 原本在今天北市府是说 研判可能是两个人同时开门取餐 之间可能有这个空气的流通 造成这样子病毒的传播 那么指挥中心在今天下午 是驳斥这个说法 认为还是在环境上面感染的可能性比较大 不过这个后续也要透过这个监视器 还有环境的调查 才有办法进一步厘清这个传播的途径 究竟为何 而在今天这个基因定序 除了有先前公布过的4例Omicron的这个变异株 已经侵犯到了台湾的边境之外 那么这一周也验出了有21例的这个Delta变异株 那么因此也可以想象 这个Delta的影响还是非常大 这个形象的危機 这是能量上的 everyday